那我就從我們前面去過 沒有聽過 然後我們就整齊三個納車的警方 那時候往那邊走路 走到18公里 找到朱祺 因為朱祺在路人員 找到朱祺在路快樂人員 我就說吧 鐵道迷都是狠人啊 我今天要去阿里山 沒錯 拍了這麼久的冷門車展 終於有一條鐵路開上我啦 說到阿里山小火車 大家可能都只會想到奮起湖 或森林遊樂區 但其實阿里山小火車眼線 還有很多冷門的小車站 這次收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 管理出了邀約 有夠長 要來拍一集冷門車展特別篇 兩天一夜阿里山冷門小站巡禮 嗨 你這是小黑嗎 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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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哈囉哈囉 哈囉 這兩天會有一個全程的超愛人陪你們 好喔 因為他對火車很了解 可能愛火車愛過台網婆婆 等一下 今天有兩個 這樣好嗎 就是 要跟比起老婆更愛鐵路的鐵道迷 我們是旅行者 我們也很乖 我們旅行社不幹旅遊式這樣 以及不幹旅遊的旅行社 一起去阿里山搭小火車 小路老師 這是我們的YouTuber孫遠 哈囉哈囉 我們阿里山的火車齁 在加愛車站的話都在這邊坐 這個位置是從日記時代 遇到現在都沒有改變 這條有很多的在地鄉親的感情在 我們有同學住在阿里山的還有沿線的 有時候沒事啊 假日都你要不要到我們那邊去玩一玩 就搭這條路線上去 跟人家擠火車啊 從以前到現在都很擠喔 很擠不是 到什麼時候才沒擠你知道嗎 71年啦 10月1號 阿里山公路通車以後 也不坐火車啦 為什麼 太慢了啦 所以說那個通車又便宜 所以說那個火車就沒有人坐了 沒落以後就開始說 到底討論這條鐵路 到底要不要留下來 那最後是什麼留下來 原來就是寧物局啊 他那時候說 阿里山鐵路是 我們國人共同的記憶 還有他是台灣寧業史的開始 就從阿里山區的開始 所以說他有他的保留的價值 所以說開始到變換什麼 要跟公路一樣沒輸了 沒人坐就簡單 你那是公路快嘛 我就給他快 所以說他把他中間 變成一個直達特快車 本來是三個小時四十分鐘 現在是兩個小時 什麼快一個小時 很快 到現在我們阿里山的火車 還沒有人比他更快 阿里山小火車最速傳說 所以兩個小時五十分 比公路還要快了嗎 沒有 慢 還是輸了 還是沒人坐 但尬車還是尬輸了 民國七十三年後 推出了什麼 你不覺得是不是沒冷氣 沒人坐 乾脆就把他進那個小時 93年的阿里山號 就是現在的 我們等一下坐的 那是93年的 那就有冷氣了 到現在 一開場 小五老師就不囉嗦 來個阿里山林田式簡介 五點起床的我 差點就要登出了 說著說著 我們要搭的阿里山號 就近站了 下火車 很特殊 為什麼會有一群人在那邊迎接呢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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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你們兩個啦 是歡迎我們嗎 是歡迎我們 是歡迎我們 這車展自帶迎賓模式 你們這間是什麼單位 我們是青年單位 我們是阿里山 我們是高中社團組成的阿里山千大師 所以你們都是高中生 欸他們啦 欸他們也沒有了 欸他們也沒有了 他啦他啦 他啦 雖然是高中社團 但其實只有一位是高中生 這群主棋高中畢業的大使們告訴我 雖然他們都離鄉去念大學了 但去年暑假 卻為自己家鄉的車站辦了一個展 接下來大使們 將為我深度導覽路馬產車站 路馬產車站 其實這裡現在已經沒有賣票 就是你看到這裡是一個空的車站 它是一個招呼站 就像公車一樣你要拘手 他就會問你說你要坐車嗎 然後你就說要的話 你就可以上車 然後到主期的時候再補票這樣子 那平常人如果大家來路馬車站的話 會有剛剛那種列隊歡迎式的 不會 很抱歉 但迎賓模式只有我才有 路馬產車站的居民 很多人以前都靠著這條鐵路衛生 不管是賣豬肉的還是上學的 甚至車站旁邊望出去 就直接是一大片煙田 因為紅煙製煙也曾經是這裡重要的產業 不過大使們告訴我 他們在這個車站有一個神秘的發現 這封信那時候他放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說 啊這裡又沒有郵局 啊為什麼會把信放在這邊 那我們就想說 好啊那我們就去找我看這封信 他到底是誰的 然後在找的過程中就發現說 這個人他的就是 他姓是姓呂 然後呂是前車長的那個姓氏 所以我們就猜說 他可能是前車長的後代子孫這樣 可以看嗎 可以啊 封面 封面 欸我知道 我有收過這個欸 社團法人台灣都一點 這個我有收過欸 好像是叫你做愛心捐錢的 然後他這邊還會尊稱你 就是什麼董事長什麼 他裡面還尊稱我 對 尊稱我董事長 那你們有去他的地址找過嗎 那個就是車站的地址 啊這就是車站的地址 對 這就是最酷的地方 那看來是叫前站長的那個子孫 要做點愛心 你知道嗎 哈哈哈 呂先生 社團法人工藝聯盟 需要您的愛心喔 接著大師們 帶我深入路馬產街區 呂家雜貨店不但斜槓賣車票 甚至還要斜槓接生小孩 他叫就是徐姨車長的媽媽 他是個住產師 然後是後來 他嫁給他老公之後 他才來到就是路馬這邊開雜貨店的 因為那時候在路馬之後 他一個 差不多 這個7276也就是他接生過7276個小孩 真的假的他接生7000多個小孩 對對因為他已經接生到就是 人家會直接半夜的時候 就是可能媳婦要生 然後就把阿嬤接走 說要阿嬤去接生 那阿嬤接生後回來之後 那個駕魚人就問他說 阿嬤阿嬤你剛才去哪裡 他說 我不知道我去哪裡 但是我一樣很小 原本以為阿嬤可能已經退休不在了 但沒想到一轉頭 92歲的阿嬤就在櫃台作證了 你要吃涼麵就是要加那個 所以去 白醋跟美乃滋不一樣 白醋跟美乃滋不一樣 白醋是白醋 是白醋 不是美乃滋 所以美乃滋涼麵裡面加的是這個東西 我們不會叫美乃滋涼麵 我們會叫白醋涼麵 是白醋涼麵 不是美乃滋涼麵 那這個吃起來怎麼樣 阿滋涼麵 差不多 哈哈哈哈 吃起來跟美乃滋沒什麼不一樣 除了白醋之外 終於吃飯也意外發現 嘉義人對葡萄又綠也有分歧 玉可香是足旗限定嗎 沒有 嘉義限定 因為玉可香是在足旗上有什麼東西 那玉香烏是最有名的那個 對 但是我們都不喝玉香烏 你們都喝玉可香烏 不是因為跟她沒有關係 呵呵呵 玉香烏那種沒有感情基礎的飲料 我們可是不喝的 那麼就讓我這個沒有嘉義協同的公正第三方來品評一下 不要亂講了 好像講得像你 感謝足旗相親 以後不用再去拍玉香烏了 跟大使們道別後 我們緊接著來解鎖下一個阿里山領鐵的冷門小站 足旗車站 這次要帶我深入這個超長眼Tiffany欄 足旗車站的人 就是這位領鐵攝影愛好者深海瑜 因為我爺爺跟我父親 以前就是領鐵的員工 喔 所以我從小就是住附近 然後看著火車長大 它原本是這個顏色嗎 應該不是吧 最早不是 因為最早他們漆成那個綠色 深綠色 後來他們有去考究 把它變回日治時期的那個顏色 所以原本就是這個顏色 對 足旗是阿里山領鐵山地線跟平地線的交會 為了爬山更給力 會在這邊換車頭或集散貨物 因此是整條領鐵最大的一站 一共有八股軌道 但其實最有特色的部分是這個設計 我們看對面那邊有一個三角線 這個就是三角線 我們下方就是車站 然後火車 我們這邊的火車是用推的 推上去 然後會到A的地方 你說這個是車頭 然後往上推這樣子 對 然後推到這邊之後 過了這個轉側鏡之後 就會開始往前開 開到V的地方 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過了V點之後 它就會開始再倒退 就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你看 整個一個循環過去之後 就是火車就180度的一個轉換它的方向 好聰明喔 這個就是俗起車站的三角線的一個功能 所以現在調度還是用這種方法 現在 因為後來火車一律都是在山下方 用推的扇張 用拉的下山 之後就少了這個功能 這張是你拿來的 沒有那 對 它後面是那個 是那個推廣 推廣棉月餡啤酒 我感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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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面型調度 前面說到深海魚是臨鐵的攝影狂漠 接著就告訴大家 它到底有多風 阿里山縣的那個美戰 你都有拍過嗎 對啊 幾乎幾乎 幾乎都有拍過 一些秘境 一些到不了的地方也都有去 我覺得比較恐怖的就是 為了拍螢火蟲 三四月的時候 我們山上的鐵道附近都會有螢火蟲 那因為你在拍螢火蟲都是半夜嘛 有次跟我朋友走隧道走到中間 就有聽到火蟲的聲音 我們兩個是男生 然後啊 那個隧道剛好又是最長的 算一公里 然後你不跑也不是 要跑也不是 對啊 有點尷尬 你裝沒事啊 你只能裝沒事 過去的時候就聽到了 等一下還要再回來 對啊 只能裝沒事了 對啊 發覺我們過去都不敢講 因為你一旦講了 如果對方跟你說 欸我也有聽到 我跟你說 或是他沒有聽到也都很可怕 對 你只能假裝說可能是我聽錯了 然後我們兩個回來之後 我們在車站來討論說 剛好你有聽到嗎 他說有啊我也有聽到 對啊 鐵道迷果然都是狠角色 深海魚說 竹崎車站最近還有一個攝影展 對你沒聽錯 這個超冷門的車站 在一道沙門後面 居然有攝影展 哇 鐵道這次還蠻用心的 欸這真的很用心欸 對 收集了除了車票之外 還有一些影像 而且這都是絕版 現在都沒有 哇 賴德奇先生看起來 也像是個鐵道迷 對 對 你就是賴國華嗎 然後這會不會 等一下 賴德奇該不會是你的 沒有沒有跟我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等一下為什麼都姓賴啊 賴心貴跟你有關係嗎 那個是以前的資金 所以這邊很多人姓賴 巧了巧了 竹崎攝影展裡面全都是賴性大師 我其實有帶好幾個大玩偶 演出三秒鐘 真的假的 我小時候 我那時候應該一兩歲 我都會亂晃啊 然後就晃到月桃 然後我就覺得 欸奇怪怎麼整個車站都沒人 因為他們把人都清空了 啊只有我 是不是我還自己跑進去 然後電影裡面 就是真的有那個畫面 假的我要回去看一下 先別說什麼大玩偶了 兩歲就自己在竹崎車站 閒話有在科學嗎 離開了竹崎車站 我們其實還去了一趟嘉義製裁所 沒錯就是加工阿里山林鐵 也運下山的這些木材的地方 也是日至時期 日本政府佔地範圍最大的 觀營木材產業園區 可以看到木材從集運 切割乾燥 最後送去販售的完整過程 也可以逛逛市集 看看展 層層東西 而且林鐵的科長 就在毫無保留的深入導覽兩小時 連林鐵LOGO角度也面 都巨星迷移的講解 最後小吳老師還加碼解析 蒸汽火車結構一小時 簡直就是 不行了我要強制登出這條鐵路 隔天一早 我們搭上了另一班自由座的 中星號小火車 一路往焦麗坪前進 路上還聽著小吳老師 被火車放鴿子的故事 我曾經 誰要被放過鴿子啊 來不及舉手 我聽說八十五年的時候 在那個林煙寮 一天左右一班車 沒有人 下了一路比較快 真的蠻美的 那我們就在泡廠 後面有水龍 車廠把他停車子塞 剛好是那個三點多 我們如果說他會停車 每一條車一收一收 收好了 那火車從我們前面進 都沒有停 那我們就整起三個納車的地方 那時候往那邊走路 走到18公里 走到租池 因為租池那邊有帳戶人員 走到租池高快六年 我就說吧 鐵道迷都是狠人啊 我們最痛苦走哪裡呢 我們要走那個螺旋 每轉一圈看到那個張腦寮 轉三圈看三次 每一圈都還沒到 每一轉一圈怎麼都還沒到 小吳老師口中的三次大螺旋 其實就是阿里山著名的獨立山螺旋 當火車要從張腦寮爬升到獨立山的時候 為了降低爬升坡度 所以以繞圈圈的螺旋方式上山 先以順時針方向繞兩圈 最後再以逆時針方向的八字形離開 所以小吳老師才會連續看到三次張腦寮車站 不過如果實際上想要在火車上辨別到第幾圈的話 用雙腿挑戰過獨立山螺旋的小吳老師說 請看這個東西 水管 還有那個橋梁 哪裡 我看到水管了 看到水管了 有有有 表示我們已經到了第二圈了 各位下次到小火車知道要看什麼了吧 第一個景點就是這裡嗎 是 從我們這裡去 哈囉哈囉 三代百年的房子 老闆你會不會跟你自我介紹一下 自我介紹啊 對啊 自我介紹一下 對啊 我出焦利品啊 老闆的字界 我出焦利品 老闆你們這間是雜貨店嗎 對 雜貨店 對 怎麼會開在這裡 自古早的三代路會比較長 百多年嗎 不知道不知道 先有鐵路或是先有這間店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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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我們都種豬豬豬豬 這是算鹹的 你們是阿里山茶嗎 我種阿里山茶就是這裡 我看一下給你看 好啊 十月底的人就做豬豬豬豬 我跟十二月切 我們做好的豬豬豬 我給你水貨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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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足夠 我會因此不到 我們全部人沒有一個喊到茶葉散開 老板自介三 不喜欢被拍 除非林铁的陈小姐约我 林铁陈 不 蔡小姐说 招呼店最有名的 其实是他们的超贵跟茶叶蛋 而且还是在这个百年炉灶上手工制作 因为我们有办那个主题式列车 就是说那个小火车搭配油层这样 然后我们都会跟影片上加很多的那种商商合作 每一下都好好吃 就不要去吃 就是你就是 你买完吃完的耐春健是我是谁 我在哪里 我干嘛花钱是这么难吃的 我干嘛花钱是这么难吃的 你这样好讲吗 你要打马赛克 请打马赛克 不好意思以上都是陈小姐的发言 绝对不是什么蔡小姐哦 跟焦力品材货店老板夫妇说再见后 紧接着要去离人聊吃午餐 没错就是小吴老师被放鸟的那个地方 因为是在一家茶园用餐 吃饱饭后来的茶园导览也是很合理的吧 我们这个地方的村子叫泰兴 那市面上的阿里山的金轩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来自这个村子 这个是不会骗人的 真的假的 阿里山茶最有名的就是金轩吗 其实阿里山 还是乌龙 阿里山出来出产的东西很多 那就是如果以茶类的话就是以金轩乌龙 这两个是最大种的 像最近几年又有做咖啡啊 然后像阿里山又有做咖啡 那就是跟山后面的骨坑在挑战了 好像就是自己也是蓬勃发展 真的啊 你知道小黑说嘉义是仅次于台北 全台湾咖啡店最多的地方 真的吗 他说的我觉得很惊讶 真的喔 因为我们咖啡干掉骨坑 欸 欸 欸 好想都是阿里山咖啡 隔壁山头的骨坑已经被我们干掉了 每一个茶树 它都可以做绿茶 红茶 乌龙茶 什么茶都可以做 那然后做成那些这个叫做做法 你是根据它烘焙的程度吗 烘焙跟发烧程度做法 漂亮的伯娘为我深度介绍 如何分辨金轩跟乌龙 制茶的茶花不会有香味 一行二言是什么 小绿叶餐有没有口水等等 爆量级的茶叶知识 那其实最两件出来给大家看的是这段 我可以要求一件事吗 请说 我可以说我单身吗 哈哈哈哈 糟糕 男生的温馨 温馨的单身女子 哈哈哈哈哈哈 看在吃饭的时候 他爆料了很多夫妻吵架的精彩故事 鼓且帮伴娘圆貌一下 他前几天才跟我说 他这个人喜欢刚刚好的东西 喜欢刚刚好的车子 刚刚好的小孩 然后刚刚好的老婆 我说 你刚刚好的老婆 然后我说你不是喜欢乌克兰的吗 他说可以救换星啊 哈哈哈 但是其实很多客人都问我说 为什么在山上开店 我都说 对啊 当初就是她心珍爱啊 别傻了 虽然破于珍爱在阿里山开的茶园餐厅 但其实伴娘内心深处想开的电视 开采卷行啊 开采卷行啊 客人进来 5分钟那应该就结束了 哈哈哈 那时候你要电脑许号就自己画 哈哈哈 最后想开采卷行的单身伴娘 还准备了一个体验茶叶比赛的品茶活动 在相同的容器里 装入3克茶叶 150毫升的水 冲泡6分钟 再静置6分钟 你说汤匙舀起来 再咬起来放到杯子里 然后这样喝 直接喝 那我们这样一般的评鉴方式的话 他们喝的就是很像吃拉麵一样的 竖进去 那因为我的形象问题 我就不表情了 哈哈哈 要竖出声音才像专业的评审吗 那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要再婚嘛 所以就先不要再婚 为了再婚考量 我就先不竖了 那我们这样喝上去 会觉得它非常的清淡 然后就是你喝进去 就会从后面跑出花香出来 让它有淡淡的奶香味 它是不会到很浓 哎呦这个蛮好喝的 全部都品完了 那如果是评审的话 他们最后会排出一二三名吗 对会会会 所以他们会用推杯的方式 对会推一下杯子 那我们要进行推杯仪式吗 也没有啦 也没什么推 哈哈哈 假如要推的话 假设你真的要推你自己喜欢 好了 我觉得这个吧 好那再转 直接推到这 哈哈哈 哈哈哈 虽然品插讲得头头是道 但单身想开彩券行 持续想要再婚努力的把娘告诉我 她最爱的饮料其实是 其实我喜欢喝的是可乐 真正喜欢喝的 哈哈哈 哈哈哈 狂暴行程的最后一站 小吴老师带我们到真的完全不会有人下车的旧级冷门车站 木鸡寥 这是一个站总的一个办公室 对面是员工宿舍嘛 79年的时候中星号列车 不再停靠以后 变成招呼站 嗯 它就踩车为一个无人车站 80年代以后就拆掉了 后来明铁寨成立 重新再修复 再修复 不 盖起来 不能说修 因为没有啦 对 重新盖 参照原样 重新 再把它盖起来 虽然是一个废墟感十足的无人站 但没想到小吴老师居然会带小吴嫂来这里约会 我们从早上第一班车过去 哇 来到那边说9点9点多 做到下午 我们中餐都准备好了 很安静 看火车过去 大家都看我们 我们也看他 等到最后一班走了 这样就好好的度过两个人的一天 哇塞 真的不要小看铁道迷 它每当浪漫起来真的是吓死你 以上就是这次两天一夜深度体验阿里山冷门小战的特别片啦 不管是导览 办展 摄影 仲查 还是开店 我想大家都看得出来 阿里山领铁真的是深深受到一群近乎痴狂的热爱 突然让我想到多年前我曾经独自骑车到阿里山玩 但却在农会前面摔车的惨案 我还对阿里山非常有阴影 但这两天结束后深深觉得 啊 早知道坐火车去就好了嘛 不是啦 是觉得这条铁路当初没被拆掉真好的感觉 非常感谢阿里山林业铁路及文化资产管理处这次的邀约